突破与坚持 冯济与黑神话 悟空的不凡之路 各位网友 大家好 A lot of time A lot of money A lot of resources 来自中国的第一个3A游戏黑神话 悟空 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款游戏的成功 更是关于一个人的坚持与突破 它则设出的是整个国产游戏行业的艰难历程 这款游戏叫黑神话 悟空 而这个人 就是它的创作者 冯济 我们都知道 黑神话 悟空在国内外游戏市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预售而达到4亿多人民币 成为Steam游戏平台周销量的全球冠军 这款游戏的火爆甚至导致一些公司特意给员工放假 让他们有时间体验这款引人陆胜的国产大作 这样的影响力不禁让人联想到流浪地球 在全球科幻电影领域中的地位 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的骄傲 展示了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信与创意能力 但真正打动我的 是幕后的那个人冯济 他的创作和创业经历与黑神话 悟空的主角孙悟空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他并不是那种一番丰盛的创业者 而更像是一路坎坷 不断突破的孙悟空 一 冯济的起点 一位游戏爱好者的成长 冯济出生于1982年 和许多80后 90后一样 是看住杨洁导演的西游记长大的 他六岁时 电视剧版西游记首次播出 这部经典作品深入人心 不仅影响了他的童年 也成为了他后来创作灵感的源泉 对于很多人来说 孙悟空这个角色象征住叛逆与突破 冯济也一样 他在年少时的游戏经历 就像孙悟空大闹天空一样 充满了挑战与反叛 冯济从小天知聪明 18岁时考入华中科技大学 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按理说 这是一条通往稳定职业的路 但他却在大学时期 彻底沉迷于游戏世界 2004年 魔兽世界横空出世 成为无数年轻人熬夜通宵的理由 冯济也不例外 游戏对他的吸引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他花光了考研的积蓄 还不得不向朋友借了8000块钱 来支持自己的游戏爱好 冯济那时的游戏网名是三汉大王 这个名字充满了自嘲异味 表达了他对自己沉迷于游戏生活的自我反省 游戏让他过上了简单快乐的生活 但他心里清楚 这样的快乐并不能长久 大学毕业后 他开始思考 怎么能把自己的爱好转化为事业 于是 他选择进入游戏行业 成为一名游戏策划 啊 出入游戏行业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在2000年代中西 中国游戏市场正处于一个混乱的发展阶段 韩国的网游传奇风靡一时 陈天桥的盛道网络一度成为行业领头羊 游戏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但许多国内游戏产品质量称施不齐 抄袭 换皮和出自滥造的现象比比皆是 冯济进入行业后 很快就看到了这些问题 他不满于当时国内游戏厂商只专注于掏风玩家钱包 而忽视了游戏质量和创意 2007年 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谁谋杀了我们的游戏的文章 直指国内游戏市场的弊病 他在文章中猛烈抨击了那些止观吸引力 设计套路吸引玩家科金的游戏公司 他指出国内网游充斥着五大问题 如何让玩家沉迷 如何让玩家掏更多钱 如何让玩家拉帮结果 如何让玩家相互仇视 如何实现隐性现金交易 这篇文章一出 冯济瞬间得罪了整个行业 他成了游戏圈内的一类 一个普通的游戏策划 竟敢公开批评这么多大厂和同行 但冯济并不在乎 他有自己的理想 那就是创作出真正高质量 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游戏 3. 初创公司与斗战神 第一次尝试 2008年 冯济加入了深圳的一家大型游戏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气不小 但当时也保受抄袭和低质量产品的困扰 冯济进入公司后 得到了创作的机会 于是他决定用一个耳熟能详的IP 西游记来做文章 他受金海人的小说《悟空传》启发 将孙悟空的故事改编成了游戏斗战神 这款游戏已经上线 就引发了热烈反响 玩家们称这是多年来最好的国产游戏 终于看到了国产游戏的曙光 然而 冯济很快就遭遇了现实的残酷 游戏质量高 但公司发现他并没有赚到预期的钱 于是 冯济被迫修改游戏 加入了大量课金设置 游戏质量随之下降 玩家们开始抱怨 冯济感到深深的无力 像孙悟空一样 他知道自己可以打倒很多妖怪 但面对那些拥有背景的力量 他只能无奈妥协 最终 斗战神从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国产大作 融为了一款普通的课金游戏 而冯济也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他明白 要在这个行业中生存 必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四 创立游戏科学真正的开始 2014年 冯济与过去的斗战神核心成员一起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游戏科学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也是一条更加艰辛的路 当时 没有人愿意投资他们 资本市场对国产游戏的信心不足 冯济一度陷入了窘境 为了生存 游戏科学最初不得不开发一些银河市场的手机游戏 比如他们的第一款产品百江行 本质上就是一款刀塔传奇的山寨版 冯济知道 这不是他想做的游戏 但为了让公司活下去 他只能暂时妥协 两年后 游戏科学推出了第二款产品战争艺术 至少这款游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甚至受到了苹果CEO库克的青睐 然而冯济并不满足于此 他知道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2018年 冯济终于下定决心 要做一款真正的3A级别的国产游戏 黑神话 他和7个核心成员一起 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程 他们缺乏资金 技术和资源 但他们不缺匠心 不 黑神话 悟空从理想到现实 黑神话 悟空是冯济和他的团队多年心血的结晶 这款游戏不仅具有高质量的画面 还融合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比如重庆大祖时刻 牵手观音音等著名景点 他还使用了大量历史书法和建筑元素 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呈现在游戏世界中 然而 这并不是一番风顺的过程 开发过程中 冯济和他的团队遇到了无数技术难题 甚至一度因资金不足差点放弃 每当他们遭遇困难 冯济总是会回想起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那个不屈不挠 敢于挑战权威的形象 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最终 2020年 黑神话 悟空的死机演示影片已经发布 就迅速活遍全球 这款游戏已出色的画面 创新的玩法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让全世界看到了什么有中国神话故事 一由 冯济与孙悟空 坚持与突破 冯济的故事 正如黑神话 悟空中的孙悟空一样 充满了挑战与坚持 他们都面对着强大的对手 不论是现实中的资本压力 还是游戏中的妖怪和天神 但他们从未放弃 他们选择了坚持和突破 又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冯济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的胜利 也是国产游戏行业的胜利 他用黑神话 悟空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敢于突破 敢于坚持 就能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的文化产品 并让全世界未知惊叹 谢谢大家的观看